关于马金鱼债务处理之声明 我们是马金鱼的几个朋友 出于情谊自发帮扶马金鱼母子四人 现在马金鱼个人财力和精神都濒临崩溃 为处理迫在眉睫的债务问题 经马金鱼书面授权 现声明如下 我们已启动马金鱼个人债务的登记和偿还工作 警戒于马金鱼款项 而至今未还或收款未发货 及其他方式产生的债务关系人 通过门外的联系方式 与我们联系登记 以帮助我们准确掌握马金鱼的债务情况 登记债务时 请尽可能提供转账记录或交易凭证 方便我们核实 当然这并不代表登记必须提供记录或凭证 登记后的债务 我们会与债权人和马金鱼进一步核实 以确定事项与金额 在尽可能核定债务金额后 我们会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 通过小范围捐助 众筹意外等活动 筹集偿还所需的资金 其金额上限为马金鱼的债务总额之后 是汇集后的资金多少 制定清偿方案或一次性 或分批对付债务 令马金鱼母子目前已无法维系基本生活 亟待救助 我们已建议马金鱼在今后不再从商 专事写作和育儿 我们会负责母子四人眼下的生活开支 他也初步表示认可 他重启写作的计划 也在筹划之中 欢迎热行人士参与救助 马金鱼近十年来的遭遇 我们一直密切关心 在他本人有勇气诀别过去之前 我们虽不断私利救济 仍背水车薪 以至于事态恶化至今 数年来对欠债脱债的行为 马金鱼一直心怀愧疚 但财力和心力实在无法应付 过多以逃避姿态消极英知 无关他和我们 对这些债务给就有心知 软便客户带来的困扰 深表歉意 感谢各方的信任和善意 我们会尽全力帮助金鱼告别过去 回归广阔自由的人生 马金鱼的几个朋友 2021年2月7日 生命人 玉晨 秦轩 吴山 孙绪阳 京都等 金鱼还是那个金鱼 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还有未还的诈物 这是我必须要承担起来的责任 成为漩涡中的一个人并不是本意 整理一下几点 报所有关系我的朋友 一成为漩涡中的人不是本意 另一个拉姆 本是以锤子变迁格式 给曾经帮助过我的同事 朋友们私发的一封偿信 这几年发生在我身上的变故和落魄 是对他们的陈述和交代 不是面对公众的宣泄和套路 被传播到网络上 在网络平台持续发酵 完全出乎我的预料 二 离婚事宜 以委托律师代理 家暴开始之后 我曾经多次向他提出离婚 孩子父亲始终不同意 又以孩子和我的安全威胁 我多次咨询律师 因离婚牵扯到三个孩子 都是男孩的抚养权 我无法离开他们其中任何一个 虽数次搁置 我已经正式委托了律师 带我处理离婚相关事宜 我的代理律师已经主动联系了 全国复联 会得县公安局等有关机构 我也会同律师一起 配合调查 我已经收集整理了有关证据 将在律师的帮助下提交给有关部门 希望有关部门 按照代理律师留下的联系方式和我们沟通 我希望成功离婚 并能争取到三个孩子的抚养权 我会努力帮助孩子 以一个正确的心理来面对以后的生活 虽然身处困境 但孩子们给了我无尽的力量 我会努力找回自己 成为他们最坚强的榜样 三 因经营不善带来的债务 我会承担起责任对于之前 因经营不善形成的债务 我会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感谢过去几年 无私帮助我 借钱给我度日的前同事和朋友 扶贫项目夭折 以及造成的债务 与我自身不善经营 有很大关系 乡村社会复杂 高原商业生态不完整 要在这里成就商业就是最好的慈善 需要更多的智慧 勇气和担当 需要更多的帮助和资源 四 个人的悲剧不代表地狱 我个人的悲剧 不能代表这个地狱和族群 我不同意给这个事件贴上 有关青藏高原、青海、藏族的标签 越来越多的变化和发展 出现在这个古老的地方 无论是经济、文化 还是这里新一代的年轻人 都有着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变化 我深信他们会有更多的选择 和更宽广的道路 五 坚持自己专长 全力抚养好孩子 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们 生活虽然不易 因为有你们 我会更有信心和力量 我笨拙又吃力 也一直在努力经营 或许以后依然要回归写作 经历过生活的磕磕绊绊之后 我终于明白 一个人中期医生所能做的事 其实 只有那么一两件 马金鱼 2021年2月8日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